歡迎大家收看《賽馬娛樂新聞》 全球獎金最高的兩水馬一級賽 金拖鞋大賽將會在3月20日上演 早前澳洲騎士麥道朗大派心水 說覺得紅馬的機會大些 今屆賽事暫時以Profitier Stay Inside和Cima Antha等等最受注目 不過麥道朗還未肯定會為邊級馬執姜 不知是否以上提過的其中一匹呢? 印尼殊墨爾本優質週末拍賣會 一連三日舉行 首日諾特什的Witton Tycoon指示 以110萬澳元賣出 新價超過660萬港幣 將會加入非德盟和非敦盟的馬房 幕後團隊相信 明年這匹馬就會開始進入狀態了 美女騎士麥情恩在社交平台透露 將會火拍Waterbee出戰3月底舉行的 杜拜金杯 喜歡麥情恩的馬迷們 到時可以收看月亮轉播支持她 在剛剛公布最新一批 來香港的澳洲自購馬和自購新馬裏 其中一匹自購馬 雜報司機大有來頭 是的 她去年由報民執姜出戰在南域馬場的24米1級賽 澳洲打臂 僅僅輸過馬臂屈居亞軍 實力當然有差不多 今次加盟方家拍馬房 方仔還如虎添翼 但是故事總是出奇地相似 季初川河達區贏完珠目朗馬鋒錦標之後 來香港加盟方購 原本都很大期望 不過出戰香港短途錦標就大敗而回 今次我們都是觀望一下好些 那你又說得對的 始終適應環境都真的需要些時間 看來方仔要靠手上的子彈 去爭奪冠軍蓮馬斯之位 蓮馬斯榜二月份開手的三甲位置 分別是方家拍、蔡若翰和高東尼 不過方仔在年29 焗草夜賽之後 就沒有頭馬進將 就被蔡神仙連追三個賽人 終於憑2月21號 在沙田日賽起碼 神仙成功實習綁手的位置 可惜未坐亂的位置 又被方仔在2月24號 連中三元趕回來 最終到2月28號 沙田日賽 蔡神仙發位連中三元 終於以一場之勝 以47場頭馬升到榜首 你一拳我一腳 看來兩紅還有一番惡鬥 騎士榜方面 我們決定不講雷神、潘頓、田泰安 反而講一下被躍進部長 周遊潘明輝和梁家俊獲得 兩個人今個月都贏了7場頭馬 是2月份贏得最多頭馬的華籍騎士 掌聲鼓勵 四歲馬經典賽事系列的次關 香港經典杯 賽果真是令人驚喜 三甲賽區和上一關 香港經典一理賽 完全不一樣 照這樣看來 今屆香港打悲大賽 實力應該很平均一下 哪一匹風王都真的很難預測 要到3月21日跑過自知了 準馬王金槍60 無據雷神添滿意挑戰 再次以後賞之態 勇奪香港金杯 替造跨季13年勝 金槍60之後相信會出自4月份的 冠軍賽馬日的good one賽事 但會不會挑戰三冠大賽美軍 借打杯勵 就要遲些才知道 在澳洲訓練的賽事兼習學員東逸禮 二月拖首次上陣後 成績五錯 已經贏了兩場頭馬 而另一女學員蘇嘉麗 就獲得當地賽馬會頒發獎項 以表揚她在南澳洲優秀的表現 同學們加油 希望快點在香港見到你們 作為二月尾來香港的新騎師 巴西丁馬雅首日賽事騎了八場 不過全部都三格不入 表現平平 可能要找一找兩位森巴同鄉 波見市和女神教一教路 盡快開齋才行 希望未來三月份的總結 我們會見到她有好成績 今集賽馬娛樂新聞講到這裏 我們下集見 拜拜